出身不同流派 来自不同地域 国内顶尖国际俱乐部 推荐的16位青年高手 为了争夺万冠军赛 国际赛事的签约拳 过关展向 武力全开 运动员分为踢拳和综合格斗两组 经受最具挑战的训练和考核 并进入残酷的淘汰赛 最终的两位冠军 将获得万冠军赛的百万比赛合同 经过八场激烈的比赛 总共决出了八位优秀的选手进入复赛 在前三轮的复赛中 周启阳极多一步 走浪扎西 率先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 最后一场复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打他不是让你抱啥呗 你要打他 不要躺一下 我打不了啊 你上不去 你上不去 你找不到他 你看这俩对他有点残忍 你看大天老师在劲儿使的 这是一场三军五分钟的完冠军赛 综合格斗草量级八人赛半决赛 哎呦 我看挑衅了这个 则浪扎西很硬啊 对 好好跳大级 对 获胜方式 同方小钢跑则浪扎西 踢 哎呦 哈哈哈哈 好怕了 这是一场三军三分钟的 踢拳英量级八人赛半决赛 哦漂亮四拳 词文康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被连续压制 哦 这很被动啊 这个时候 哎呦 这个正灯啊 词文康还有机会啊 又有机会 有机会 哦 漂亮 这里是由万冠军赛和咪咕视频联合制作的职业搏击赛事综艺节目 万冠军赛 武力全开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法克力 上天猫搜索万冠军赛 您可以看到武力全开选手同款的缠手袋和拳击手套 还有更多惊喜等待你去发送 首先来欢迎我们奔场的嘉宾 他们是知名变手严如金 欢迎 来我们万冠军赛的现役选手 马嘉文老师 三大全国冠军张明思 还有体育主播梅娜 先踢拳运动员梁锦琴老师 目前我们的半决赛已经进行了两场综合格斗和一场踢拳的比赛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张通往决赛的门票 就在今天的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这两位选手在出赛当中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人他的称号一说出来 你们可能就对他有概念 叫狂徒 狂徒 这个名字相当的霸气 听起来应该就是说打法会比较狂野 真的是赛场狂徒史文康 但是他对阵的选手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让他狂起来 因为这位选手算得上是一位天才级的选手 天才 陈嘉义 他绝对算是赛场小天才 你觉得天才有没有办法能够制服狂徒 如果单从名字来看的话 可能是天才更胜一筹吧 那这一次两位对战 究竟是狂徒能狂出来 还是天才会发挥天赋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上的团体课 今天的训练重点是什么 我跟大庆老师在看了很多比赛录像的回放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 整个过程当中只打拳不踢腿 而另外一些运动员整个过程中只踢腿不打拳 所以没有拳腿的意识 其次我可能认为是在选手的这个心理上 和跟边角执行战术意识的能力上 还需要再提高 陈嘉义聊一聊上场比赛 自己的战术和教练团队执行的战术 在场上没有去运用出来 因为教练给我的战术是要去控制它 我贴近了之后我发现他的拳法对我造不成威胁 跟我原来制定的战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记住啊 制定战术和你真正能够在类台里用不用这个战术是两码事 制定战术是你的准备环节 你准备好了制定好了 你才会更加坦然地去面对这个比赛 并不代表你在比赛当中一定会用到这个战术 但战术一定要制定 就你准备的够充分 你个人的自信心就会更强吧 沈康 你在类台里面是最放飞自我的那个 因为可能编小说的有的我做不出来 然后我就按照自己的打法去打 你跟我说一下你上场的缺点和优点 上场的缺点就是换拳的时候掉手了 然后腿法比较少 就在打拳和顶膝了 就下面应该多加强拳腿的连续性 那你觉得这种狂暴的性格是需要继续呢 还是需要完全抛弃 要保留一点 但还要理智一点 然后平时训练之后要多想一想 然后多看自己的比赛视频 然后看到自己的一些缺点 很好 是不是也要多跟自己的团队加强沟通 是 因为毕竟边角的眼睛可能看的会比你更客观一些 对 我们说的沟通 其实就是你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沟通 你们要把你们的价值最大化 如果你是个狂暴 你就只想做个狂暴 而且狂暴就是你的优点 那你就让你的变脚始终鼓励你狂暴 对不对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太狂暴了 感觉有点傻 那就听一听就要练了 对不对 稍微收敛一些 对 我们这一次的训练科目 主要是针对你们现在 缺点的一个大方向上的一个弥补 就是一个全腿组合的严重缺失 现在如果你不全面 你就会被针对 被针对就输的这个概率就很大 那我们就先强化腿 再把拳和腿放在一块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踢腿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负重 但这个不是负重 这个需要增加牵引 这样的话就会锻炼出更多你们的这个核心和正灯 我们先从极多一步开始 做全面一点 主要是训练自己的腿部 对 对 要控制自己的核心 因为你们的重心本身 在没有这个牵引神之前 你们是会有一些后仰的 那这个时候有了牵引神之后 你再后仰就很有可能会失去重心 好 下一个陈嘉义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萨武尼全开官方微博 一起边看边聊感受热血格斗 也可进入萨武尼全开 话题也参与更多互动 见证新生格斗力量诞生 他现在这个是为了增加 他的腿部的主意是吗 除了还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让你的步伐 不要变得太大 好 很好 走走飞吸 时间挺高 对 好 听 现在把去掉再感受一下 好 体会很好 好 是文康 听边角 听边角 一 一接后地扫 一 对 一二前地扫 你这个是前撩腿 你这个是前撩腿 前地扫直接把中心带过去 没关系 好 一二前地扫 对 一二三飞吸 好 把脑子带上 一二三飞吸 一二三肌腹后高扫 一二三呢 一二三肌腹后高扫 好 把脑子带过去 正灯点 请先过脑子 正灯点 对 大姓老师又过去了 前手护正灯 对 一二三后地扫 不要管它 对 一二三肌腹后地扫 对 好 先把去掉去掉 把那个去掉再感受一下 看看能不能不错 好吧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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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手护地扫 动动 一二前地扫 一二三四后地扫 对 一二三肌腹 飞吸 飞吸一二三再接个后地扫 飞吸一二三再接后地扫 动一二三蹦蹦蹦蹦 哎 很好 错了一次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老是错 有点累 有点累 累的话 那你就暴露了自己另外一个缺点 挺能唱 对不对 就这就累了 其实简单来说你就是 要先思考 对不对 还是你的这个情绪的问题 对 你后面你觉得你有什么方法 针对你的情绪很难控制 理智一点 其实你很理智 只是在擂胎里很容易暴露自己最原始的那份冲动 对 即便到擂胎你还要压住自己 好 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荷兰式分隔 一个是声东击西 第二个是指上打下 让自己的对手没有办法顾得很全面 如果要攻击他的头部 千万不要直接打 先踢个低扫 打个肚子 然后手对下来之后再打 所以我们的全腿组合的组合的这个几个基本原则也是这样的 总体来说是 从上面开始 从下面结束 从下面开始 从上面结束 从左边结束再接个右边的腿 从右边结束再接个左边的腿 我们先练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前后跳 不要停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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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让你们自己结合腿 但是呢 我不告诉你加什么腿 看你们谁错好吧 好 好 一杯 二 真浓上了 三 乱了 我没加腿 真浓上了 跳跳跳 听口令 要过脑子 三 很好 四 五 好 跳跳跳跳跳 最后我来一组快的看谁看你们谁谁被淘汰啊 一 二 三 下手龙康下 佛神全撑撑着你们俩 手龙康你为什么又一次拔得头筹第一个下去啊 因为好累啊 我以为下来就休息了 他这个战术性下呀 我觉得可以多挨几棍啊 战术性的是吧 他宁愿说自己是战术性错误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 没有过脑子 来 预备 起 向前走 刚才通过这个团课 我们看到了两位选手的出印象 你们现在对狂徒 还有我们的天才选手 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就他们的外号跟他们的本人就是很贴合 这个陈嘉义就叫小天才吗 这个我要跟你进一步说明 这个小天才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但是他其实真正的绰号叫擂台消防员 擂台消防员 擂台消防员 你觉得他为什么取名叫擂台消防员呢 应该是 因为帮别人拜伙 哈哈哈 哎说的好 他会用实力去打下你的气 所以他叫擂台消防员 因为他上场的时候会喷一把水 啊 是不是很冷 啊 我觉得你取的新名字可能好一点 小天才是 哈哈哈 我刚才看邱教练一直说边角边角边角是什么意思 边角就是你场边的助手 一般最多有三个他会在场间休息 然后给你做指导 然后在场边的时候帮你喊就是什么战术 然后包括你在休息的时候给你递水啊 给你冷敷啊 或者给你递毛巾啊 这样 那史文康肯定是看起来应该是不听边角说话的人 哎你还真是说对了 教练都急了都开始搓跌了 史文康一句听不进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邱教练一直说不带脑子 就是他上头了就真的听不进去 那到底是听得好还是不听得好呢 啊 其实也看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如果要是说你们配合得很默契的话 还是要听边角 但是一个 你能不能执行也是你对人的问题 哦 有个道具我看他特有意思 这个道具咱玩一玩 来晶晶 妈呀 来绑上 先空气试试看啊 准备啊 一 二 二 二十 后手 ok 三 二 四 哎 很好 其实他挺认真的 他平时一看训练你没想下功夫 他基本功其实还可以 我们接一个 一二三四 嘿 ok 一二三四 哎 下来 一二三四 哎 哎我持个把来来 啊 太萌了 那我就来个重拳出击 哎啊 一 哎呦 哎呦 你躲什么 你躲什么 这挺厉害啊 一二三四 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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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怕了 哈哈哈哈 我有点害怕 对对对对 好了 好拆掉感受一下 快让自己飞起来 登陆李宁官方旗舰店微信小程序 搜索李宁搏击系列万冠军赛专属产品 卸下就是感觉就是减肥成功之后的我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整个人可以飘 有人打拳要么蒙要么蒙你是又蒙又蒙 你是怎么做到的 哎挺神奇的啊 可以 好我们继续看训练 那我们现在要讲所有的这个强化的分项给它结合在一块 那就是两个人对练 一个攻 一个防 陈嘉义宣攻 其多一步先防守 然后再反击同样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前手后地扫 来跳跳跳跳跳 上面的拳不要弱化 三 对 对 一定要有上下组合的概念啊 现在是一二前地扫 防守要稳一点 你踢的时候也防守要好 3 十二十 对 好 进 来 史文康 周敏扬 好 谁先攻 那我先攻 好 你先攻 跳 跳 跳 第一个动作是前手加后低扫 对不对 她 你放错腿了是吧 你不用管她 她放错腿了你就替她 对不对 你这个力度也不会把她击 史文康动作质量可以用烂来形容 史文康这时候如果对方给你一个后手迎击 你那个脸肯定是会被打到的 你的踢腿没有重心的转子的吧 踢腿过程中要把自己的脸埋起来 好 第二个动作 一 二 前踢扫 预备 很好 史文康反的效率要高一点 然后质量要好一点 很好 三 好 换个方向 来 一 二 三 打头 护地扫 好 哎 哎 紧张了 别人踢的是是是哪个脚去防哪个脚 啊 这个对呀 二 哎呀对 快一点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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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然后加个肌腹 一二三 肌腹右地扫 一二三 肌腹右地扫 同样的动作史文康 现在接低扫中扫高扫 你自己来定 好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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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好听 说说吧 怎么你们俩做的这么的糟糕 我跟周平洋练的时候我感觉 我的前手可以处到处到他的额头 我就比较收着 说明什么说明他的防守不好 你要反复的处 要告诉他 我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就害他 我又不是女孩子吗 你们记住啊 跟自己的搭档 他如果前手掉下来了对不对 你点到他了 然后第二次你发现你打到他 怕给他打疼 你就不点他了 那你想想你不点他 上了立台以后 对着不只是点对不对 还有压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时候让他就是害他 我跟大清老师还想再强调一下 记住啊 我们这短暂的过程 仅仅只是给你们输入训练的方法 我们告诉你怎么去练 但具体练什么东西 练多少 练哪一个还是你们自己来决定 重点是伸动机器 直上打下 记住这个原则 这就是荷兰典型 亚克星进攻法的精髓所在 永远不要让对方知道你在想什么 好的 好 因为涉及到一会儿我们要选择嘛 给我们技术分析一下 我觉得史文康跟陈嘉义他的区别 就是陈嘉义他的防守更好 然后陈嘉义他可能防守的时候 更多是用膝盖 就是掐的这个比都准 史文康他有的时候 这防守这个点不太准 用膝盖去防 其实难度要比用这个 进骨去防难度要高 但是难度高他的收获大 就是很多比赛里面出现过对方 直接扫在膝盖上以后 对方受伤的情况 因为这很硬嘛对吧 对 而且刚才那个手臂防守的时候 如果你手太冲外这样去打的话 你因为你这条是没有肌肉保护的 如果你紧紧贴着 你手腕一瞬间是硬起来的 小臂的外侧肌肉是有保护的 如果你越怕然后越疼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加强锻炼 对你才有这个意思 又到了我特别期待的私教环节 今天我们这两课 还是请来了Michelle Michelle会对他们 做怎么样的个人针对训练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下场比赛 你有什么战术吗 有 这次对手是陈嘉义 我也看过他很多视频 他的是打控制型的 但他的距离感可能会比我更好 所以这次我会用我的低扫 尽量去干扰他的注意力 以权为主进行打击 好的 我愿意做的是 我愿意看看 你的下场比赛的方式 你会跟别人的方式进行 然后我可以帮助 我认为你帮助 好的 谢谢 我愿意帮助 大家 如果我愿意帮助 你跟你的脚踢 我愿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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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我的一面骨踢 如果你愿意帮助 你愿意帮助 你愿意帮助 但是你想伤害的话 就一定要用自己的一面骨 好的 我愿意问 你为了一面骨 为什么你把脚踢到太多压力 这是我的缺点吧 就是我的正架的时候 我感觉我只有后支拳 然后反架的话 我会有吸 然后还有扫踢 我会用左脚 我会用它为踢 但是我会做的是 我会选择 上升 上升 一 二 对 混合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萨武尼全开 官方微博 一起边看边聊 感受热血格斗 也可进入萨武尼全开 画质业参与更多互动 见证新生格斗力量诞生 现在我愿意帮助他 你 放手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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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他做放手反击 放手反击 放手反击 你替他做放手反击 放手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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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 肩膀 混合 放手反击 登陆李宁官方旗舰店 微信小程序 搜索李宁搏击系列 万冠军赛专属产品 激发斗智 努力全开 好 好 想一想 不能光 每次都是打一样的动作 需要换上来 然后要有变化 人生是一种常识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 改变 我们的常识 如果你不把你的习惯改变掉 然后就很容易被别人抓到这个漏洞 嗯 还有一次我打的时候 打前手的时候 我容易被 抓到 这个 赢击 如果不太慢 你会有一个速度 但是 但是是这种的 对 路线 回来的路线可能 可能 低了 动动 动 好 好 谢谢 好 我刚刚看片子的时候 文康说经常会被打下巴 就为什么会被打下巴呢 狂徒 他的防守习惯不好 就是说 他在做完动作之后啊 他没有下意识地去防住自己的下巴 如果你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防守报价 你是保护住你的下巴的 但是 比如说 1 2 3 打完之后 你应该马上再收回来 哦 那么他可能是打完之后 这个动作 手就下来了 就慢了 始终是有这个空张出来 那对方抓住机会以后 啪一下 或者一个勾拳 那很致命啊 然后再加上 比如说两个人在换拳的时候 我这个拳 出拳的幅度过大 有的选手一出拳 一着急了 就这样了 这样的时候 在这个空隙就可能被打住 哦 明白 明白 好 这是刚才我们这个狂徒的 私人训练课啊 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的小天才 阿米是要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嘱咐 视频 我必须说 我认识 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技术 你能够有些美丽的拍摄 你能够有些美丽的 剪刀 在那一场 混合成组织 然后我也觉得你的这个拳腿组合 也会比其他选手更好一些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 泰拳的风格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开心看到这样的选手 谢谢 你觉得你的最后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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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上一场比赛 通过我的对手 让我学到了拳法上面的防守 是很重要的 你觉得你的最后一场比赛 我的对手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对手 他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 就是他在进攻的时候 或者在出动作的时候 头部的防守漏洞特别大 你看看 小天才就总结出对手致命的缺点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strong points the strong points of your opponent 我对手的强项在于 拳和腿和膝去对比的话 拳法的进攻稍微频率多一点 所以说我针对他的拳法的赛前训练项目 就是专队于迎击 然后还有反击 然后去抓赢击家 二次进攻的一种技术训练 可不可以我们把闪闪闪闪闪闪 然后再次移动 他空击老是挺好看的 而且你看他那个提膝提得多高 随便一提膝就点到人头 他这个提膝本身他人高 膝盖又提得高 很容易提到对方的下来 那就郑重那个 是 狂蹄的下巴 是 为什么他没有展示这次 这个人 刚才那个米歇尔说 就为什么你在比赛过程中 为什么不打这些动作 就是上一场比赛的话 教练给我制定的是 不要去管他的拳 去跟他打拳 然后打组合 但是没有去执行 当时就是想着去打腿部动作了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人 我 米歇尔觉得他跟比赛上的他不一样 是吧 赛想要发挥的不如训练的那么好 但从刚才米歇尔这个微表情来看 他对陈嘉义非常满意 很 guerre 递 好 我可以去求一会 你敢进行 那将他有空 高 Aj 过来 这样 一定是 来 只是 你的 quería 就是 来 对 auf 哎 exactly 距离 有些近了打高扫 可以吗 can i go to the high kic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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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and then your own thing yeah work your own thing 哎 可以加点自己的东西 push push good if you exactly 非常好 他感觉还是更爱用腿 他移动得很灵活 try to find blind spots 这样的话你就会多获得几秒钟时间去去寻找他的这个可以踢打的地方 左边对再踢 push 对 don't go back to here you make a beautiful movement just then you come round here p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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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beautiful and then you go back 然后你又回来了不要回来就一直处在对方的盲角 你自己回来了刚才 push push 真的 但是带它到锅里 别让它在健康里 因为这不是我在擂台里看到的你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它在擂台里面用出来 如果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会来到这种不同的观点 你有美好的能力 你的动力 你移动得很轻易 很轻易 你还是很年轻 所以你必须确定这些工具 但是你能使用很多工具 努力 当然 我的喜悦 我的荣幸 陈嘉义也有问题 刚刚比如说他进到盲角之后 本来是你的优势区 你就别老再回到正面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没太明白 来 马老师我们演示一下吧 你走我的盲区 比如说我经常 我打着打着 我到他这个位置了 我到他这个位置了 我就应该继续在这个位置在自己的打 然后他总是想反击我 他肯定是想转我 但是他一转过来 他肯定是比我要慢慢爬 他在这个位置 他肯定是打不了我的 比如说打完他 他想转我的棒打中了 但如果说我刚好到一个有力的位置 然后到这了 然后我自己再回来 然后可能有可能是也被打了 这就是容易引起两个对拼 本来我就已经很好的巧劲了 所以我一直在走 然后他总是在跟着我的节奏 所以应该是绕圈圈的 对 就是这样 就是我总是卡着他前脚的外面 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往这边跑 因为他往这边跑的时候 他很容易被我劈到 俗话说得好 地球公转一圈是一年 是吧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应该是不是要指导的选手当中 最欣赏的一位 但是也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每次要觉得 你是不是一个练习台选手 就你做练习生的时候很好 让你出道 你在舞台上 你也有点不太行 就像米少前面一开始就说 说他觉得视频里的他 跟现场看见的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他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陈嘉宜来说 这一次的挑战是怎么把学到的东西带上舞台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陈嘉宜他上一场打的时候 没有按照教练给他制定的战术去打 所以他没有很好地把自己原来的水平发挥出来 他有一个心理压力在里面了 但是呢这一次我相信他通过持战以后啊 他的经验积累了 他的这个心理抗压能力可能调整了 这个时候上一场我觉得他会发挥更好的水平 这有意思了 我们马上要选择谁赢了 现在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一边倒了 难道我们六个人都选陈嘉宜吗 只看他们视频确实是 因为一个有明显的缺点 然后有致命的问题 一个呢明显的聪明 懂得抓缺点 有时候吧就是场下你训练 然后发挥很好 因为上台心理素质不好 然后被对方干扰节奏了 然后你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败笔 但是有的人他他线下的训练不好 但可能上台了超伤发挥 这个也有 陈嘉宜肯定就是说 可能开局会有点乱 但是我觉得他会越来越掌握比赛节奏 石龙康可能就是 就是进不去的那个节奏 想打乱拳也找不到距离 我就是这样 梁老师呢 我也是觉得陈嘉宜会好一点 但是呢我提议啊 就是说如果大家一致都觉得陈嘉宜会赢的话 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猜的悬念了嘛 我们猜他在第几个回合 是不是会KO 都已经这么过分了吗 要不我提议 就你支持石文康 我是真的会支持石文康的 你们都没有人支持 已经有一个真的会支持 那我们可以接你的支持陈嘉宜 我是上一场对他对马强的比赛影响非常深刻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狂徒兄弟啊 这属于激情派打法 一上去 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对手节奏带乱 所以你们呀 你们就等着输吧 来吧你们输了你们怎么办 你说嘛 你说嘛 你一队五呢 你们要输了 你们就 好 一人挨我一脚好不好 好 那你说的话 你们一人踢我一拳 你们一人打我一脚好不好 一人踢我一脚好不好 上天猫搜索万冠军赛 您可以看到武力全开选手同款的缠手带和拳击手套 还有更多惊喜等待你去发现 来我们看他们的第一回合比赛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萨武力全开 官方微博 一起边看边聊感受热血格斗 也可进入萨武力全开 话题也参与更多互动 见证新生格斗力的诞生 首先出场的是篮房选手绰号暴徒的史文康 年龄二十一岁身高1米75 他战绩15分剩7次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他是减速击败了对手马强 晋级了这场半决赛 他一年龄二十一岁身高1米80 来自于安徽天下辉煌国际俱乐部 格斗风格主要就是以踢拳风格 职业战绩十二十一胜三副一平 上次二TEO点数赢的对手李献成 男士们 先生们以及观众朋友们 这是一场三剧三分钟的 旺冠军赛 撒物力全开 踢拳英量级八人赛半决赛 首先介绍 南方选手 南方选手 年龄二十一岁身高175 踢拳战绩十五胜七副 来自成都白沙格斗的 狂徒 是 南方 以及红方选手 年龄二十一岁身高180 踢拳和胎拳战绩 二十一胜三副一平 来自安徽天下辉煌国际俱乐部的 擂台消防员 陈霞燕 有请厂商出裁王菲先生 准备 走 第一回合比赛已经开始了 对 别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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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起来 邓登还是控制距离的 没有机会 陈霞燕还是逼得比较紧 一直在压迫对手 把对手逼到了边绳 第一扫 抗队大腿外侧 史文康 空拳 动起来 两人的力度都非常的大 是 那感觉到陈嘉义的拳法 对自己的拳法更加自信 嗯 漂亮 还有这个摆拳 陈嘉义打得很准啊 漂亮的高潮 非常快 怎么咱们练过啊 想办法打一点重拳啊 往里走一点 哦漂亮四拳 好 不要抱头 连续打击 你看 史文康这个时候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很被动 对有点被动 而且呢 信心也有点受挫 是 现在史文康做动作有点做不出来 还是要想办法要出拳重击到对方 对方全打出来了 是的 陈嘉义现在越打还越嗨 哦漂亮 这边顶膝 不要乱 不要乱就打刚才的节奏 史文康是比较被动啊 他基本上属于 被对方牵着比着走 这个是很别扭的 不要 后手后直 调老亮这个吸机 他是像呢 侧面是跨了一步之后给自己拉出去 是的 做顶膝 这技术确实不错啊 陈嘉义现在是掌握了整个场上的活动 而且他的整个攻击手段也很丰富 史文康就打得很被动 史文康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呢 被连续压制 我找了一个勾拳 压制了之后他的拳也打出力量 腿也踢不出来 变形了有点 对不对 对不对 狂头没有想到没狂起来啊 陈嘉义这个膝盖真危险 他随便一提膝盖都能顶到对方的脸 对方也不敢就是披进去打 明哥你观察到什么了 刚才看到那个史文康一直在做防御这个动作吗 用手护着头 第一点就是被陈嘉义一直压制的 第二点就是陈嘉义这些动作啊 会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个恐惧 担心陈嘉义突然来个飞锡啊 或者是说一个勾拳啊 直接直接下巴 因为之前他自己也提到 就怕对手攻击他的下巴 然后自己的下巴经常容易被打到 所以这一次心理顾虑真的很大 技能体会一招被摄要十年怕紧身 你只要崴过脚 你每次起跳的时候 你都会想那个脚踝 我看刚才那个史文康确实有一个像狂徒的动作 他有一个这样往下砸的内容 这是什么拳 下打拳 我来演示一下啊 其实他是一个摆拳 但是摆拳的时候呢 他人身体压低 固住之后这样子啊 对方投在这个位置 本身是头和我是一样平的 我下前啪一下 就有可能打在他的这个地方 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呢走的变形了 变成这样走 这样走以后 动作变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他的空档出来了 你看啊 我的手本来在这儿 打完这儿 打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这是护住的 看到吗 两位都护住了 好 我现在这个动作 打这儿 你看投出来了 然后对方 打空掉 打空掉 投出来了 啪 一个高细 那这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如果顺利的话第二回合可以被击击 那你如果场面这么压制的话 我宁愿他少受一些痛苦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回合 现在的他完全是属于被动挨打的情况啊 一定要反击往里走往前压 这下很危险 因为现在的确是石文康是越打越被动 对对对石文康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 没有章法 完全被打乱了 而陈嘉义呢他的进退自如 他落点非常的丰富 这很难防 是的 陈嘉义这个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啊 对对不要掉以轻心 对对方啊 稳张稳打啊一下一下来 我这个冲击力我的天哪 上 只能看少出腿 因为扫空的很多 对自己体能消耗也比较多 看 都没有必要啊 都没有必要啊 保持自己的防守 然后需要对 同时出啊 同时出还是有机会 找机会 找机会 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对方的吸法 哇这后手直接命中 这史文康现在非常被动 总是在来一拳 文康还要抓机会 抓反击的机会 漂亮 已经开始提前防守了 很好 再低扫踢 对 哦 这很被动啊 哦 这很被动啊 这个时候哎呦 这个这个正灯啊 这个对对对 上头 直接把头给给顶扬起来 哦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 指文康他的事就不绕着急起腿了 这陈嘉义现在就是 只用拳法我觉得 就可以不断的扩大优势 甚至是终结比赛了 对 因为拳法好的话 你的腿的也更有机会 对 对方 对 刚才看的话 陈嘉义几乎是碾压式的啊 对抗的时候啊 两个人的气焉啊 是此消彼长 啊 你现在我气焉很厉害 我完全压住你 一压住以后 被压的人 他的技术可能就发挥不出来了 但是你稍微气焉下来一点以后 对方气焉就长了 长了时候 他有可能实力就翻倍上去了 哦 金姐 虽然你就打了一场拳 但那场拳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我也是那种越打就越狠的人 加上我是一个高度近视 是1400多度的近视 你啊 我在拳台上压根看不见 对方是什么样子 你 这怎么打啊 所以他穿粉红色 就我跟妞球就必须穿得艳丽一点 我就靠颜色 对 所以当时就是看不见了 加上本来就嗡嗡嗡的 就是瞎打 哦 然后我感觉陈嘉义是越打越放松的 他刚才都玩那个花活了 都有一个截腿的动作了 没明白哪个动作 就是 哎 史文康他老做低扫 前腿低扫老去破破这个腿 刚才陈嘉义就是已经 他都已经玩这种动作了 这种动作了 哦 就是我抓他还没等提腿的时机 我都已经去把它提前截住了 这个就是纯粹是两个鲜明的对比了 他开始盘我们了 这都正常看如果很快的话 对方是没有注意力到这个了 就是已经两个人 这就是差距越拉得越明显 就我觉得越听越悲观啊怎么办 第三回合不会被KO了吧 那看看第三回合吧 这到底是怎么个结局啊 哎呦 开始打兴奋了 越打越兴奋 陈嘉义现在是越打越嗨了 对 你看他这个节奏上来第三回合马上就加快了 对 第二回合他有一点有点放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陈嘉义其实 在打的手机根本就没有体力消耗 对 就非常的轻松 很轻松 第三回合已经没有后退可言了 叫要争取抓机会 搞扫踢反击 陈嘉义 哈哈 当然了陈嘉义 那现在但是你不能飘啊 对啊 因为就是取代 控制好距离 关键是把距离控制好 因为他的这个拳啊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你的优势一直在 那你就尽量的扩大优势 然后给我们打出来更好的结果 史文康应该狠狠 我觉得这个狠角色啊 硬查 对史文康其实还是在寻找能翻盘的机会 对他没有放弃 史文康你看他一直瞄着那个大后手拳 对啊 这后手拳如果真是找到机会 所以搂上的一下也了不得我给你 是陈嘉义还要小心啊 不要手不要掉 就是要找对方出拳或出腿的 这个时候要天预判 然后已经到位然后去打后摆啊 所以来来两下的 哇 史文康反击 勾拳出来了 他应该多打勾拳 这上钩啊 这是这是抱的是很稳啊 要是打进去就是容易被击到 哇漂亮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 比方说陈嘉义挨的这个踢其实也不轻 对 史文康这个踢内侧的腿 你看我们看到陈嘉义的大腿内侧啊 嗯 也是通红一片 对 这个踢膝盖上 史文康确实是个硬查啊 对 哦漂亮 前手败拳迎击 再次的重拳对攻 漂亮漂亮 反击了 史文康还有机会啊 有机会 有机会 人家一不能大一对 后手打到了 前手再次打到 时间不多了 哎漂亮 转身后白腿 再次的转身 这两下明显控制距离 稳稳的拿到胜利啊 漂亮 第三回合 虽然看起来史文康还是占劣势 但是最后那几下反击哎 来晚了对吧 嗯 陈嘉义他有一个特点 除了他走位灵活之外 他拳也很重哎 传透力比较强 陈嘉义 他防住以后陈嘉义一二 特别是后手重拳以后 明显的动向 把那个史文康打得有一个位移 然后呢我觉得陈嘉义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亮点 就是说他把他练习的时候的一些战术 完全地发挥出来了 嗯 比如说有一个是连续的走位 这次他走位没有出错 嗯 就是连续地捕捉对方的盲区 滞留在对方的盲区 为什么他会占优势 他站在对方的盲区之后 他的出拳量就要比对方多得多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两位选手的战斗意志 都是非常顽强的 拼到了最后一秒 陈嘉义 他是在接近第三个回合结束的时候 他有一个转身的后白腿 防住了以后 他又接一个转身的蹬腿 像转身动作 一个是难度会比较大 另外一个 他的成功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但是一旦成功的话 效果会非常的好 特别是他的一个转身的后灯 就是奔着对方的干部位置去的 嗯 史文康他打空之后 史文康在结束一个铃声的响起的同时了吧 他也转身有一个反正团移颜色 所以说明这两个选手都是拼到了最后 来吧 我们来看最后的结果 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一场T拳营量级 八人赛半决赛 红篮双方打满三回合 精彩盘一致办定 红方陈嘉义获胜 我们在这里真的要恭喜陈嘉义获得了最后一张进入决赛的分票 好 刚才由于我们选择的阵容 由于我不胜 也不能说不胜 我支持了那个非常顽强的选手 但是输了 我们愿赌服输 好不好 一人来一拳吧 谁先提的 先给你来一点点的开胃菜 不 想想你最讨厌的人 一个讨厌的你出什么跑 好 这个有点像擦鞋点 金针上金针 狠狠的打 又裂 转胯 转腰 OK吗 一拳吧 一拳够了吧 好 那我来啦 好 来吧 来吧 我没话理我真的很轻 死亡看的精神 死亡看的精神 真的不要去挑战他们的专业 梁老师0.3成就可以了 来吧 真的太狠了兄弟 真的太狠了 家伟我们就意思一下吧 好不好 还清了吧 清了 谢谢哥 在决赛之前啊 咱们还得有一个防身小课堂啊 对吧 你今天还有什么招教我们 那招可多了 很多时候比如说被抓肩膀 如果你就是硬跑的话 你这样其实是很难跑的 尤其是他抓着你衣服的时候 容易把你的衣服抓坏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就是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我这个手去控制他的手腕 我这手压到他手掌上就行 然后我这个肘 我的手臂 卷过来 我就会跌到他的手 好的 看明白了 有没有要尝试一下了 女孩子可以吗 女孩子没力气 女孩子也可以 试一下 好的 抓着手腕 对 挺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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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服了是不是 其实这招就特别厉害 你可以来试试 金金最近表现很不错 如何面对职场性骚扰呢 不管是防身小技巧 防狼小技巧 就是如果平常不锻炼 这些技巧都是浮云 对 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健身基础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万冠军赛 我们《撒无力全开》的半决赛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我们决赛再见 拜拜